哈喽 大家好 我是Danny 欢迎回到我频道 Danny的澳洲笔记 在澳洲的华人圈上 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虽然人在澳洲吧 但是一切都还保持着 中国的生活习惯 阅读中文网站 看中文书 甚至打开这个YouTube频道呢 也都是看的中文的 时政或者娱乐类节目 而身边呢 超过99%的朋友 也都是中国人 而获取信息的渠道呢 无外乎就是微信群 朋友圈 公众号和一些炒流量的 自媒体频道 当然这没有什么对和错啊 就像第一代 这个希腊和意大利移民一样 这是我们很多华人 这种生活状态 但是最近呢 随着这个澳洲啊 疫情的升温 在很多华人这个 微信朋友圈中中啊 就出现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即将解封 平躺的澳洲啊 还值不值得我们留下 安不安全 是不是要回国 去待上一段时间 甚至是呢 要不要彻底回国去发展 而在我身边呢 就是孩子的同学啊 已经走了好几个了 家长呢 觉得呢 回国生活比较方便 再加上呢 疫情控制就比较好 如果经济条件不错呢 再给孩子抱上一个国际学校 好嘛 每天一进这个国际学校 里面的外国学生啊 比在澳洲学校的还多 其实很多啊 是冲着澳洲环境移民过来的朋友呢 本身啊 对澳洲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环境一旦改变呢 萌生回国的念头呢 其实也算正常 但是最近问我的人确实比较多 总在问是 Danny 你看这个澳洲平台 到底安不安全 加上最近微信这事呢 很多人感觉 是不是国门要关闭啊 是不是最近应该去回国 待上他几年呢 本来呢 我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 和我们好好聊一聊 就是未来疫情解封之后 对那些没有打疫苗的孩子 到底会有哪些威胁 但是因为最近呢 就是说 问的这个问题人特别多 所以说我临时加上气 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其实很多老移民啊 特别生气 就觉得这就是强头草的行为 这不就往哪好 往哪钻吗 对吧 一点没有奉献 就是逃避啊 其实大可不必啊 这么义愤填硬 但是你要让我回答呢 其实我答案很明确 很直率 就是我肯定不会选择回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希望你从头到尾啊 把这一期视频好好听一听 听完之后呢 我相信你也会做出啊 特别适合你的决定 首先呢 我们要思绪清晰的啊 为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啊 最好避开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政治因素 如果你总是把这个政治因素啊 带到生活当中 你很难做出啊 客观的决定 尤其像在澳洲啊 很多人其实不是很关心政治的国家 因为人类的政治呢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 它都是为背后利益集团去服务的 只不过形式和程度不一样而已 那么在宣传很多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呢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取决于它是不是这个利益的受益者 所以说呢 现在华人世界当中呢 你不能说啊 没有就是像过去五四运动那样 纯粹啊 是为了信仰的民运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更多的是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第二个要避开的呢 就是一些啊 为了流量和利益而去创造出 引发很多华人焦虑的内容 就不论是国内外啊 这个视频平台也好 文字平台也好 你都会发现啊 有大量内容相似的东西 不是一些房产投资理财的焦虑啊 就是一些创业赚钱的焦虑 你记住啊 贩卖焦虑呢 是割韭菜的前期准备 所以说当你要为自己做出一个客观正确的决定的时候呢 最好啊 先去回避以上两个因素 就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独善其身 也没有国家能完全做到所谓的清零的完美 哎 你要追求这种完美呢 呃 我建议你可以收拾收拾啊 移民北朝鲜 华人总是担心啊 这个澳洲平躺 但是平躺这词 给我感觉好像似乎更多是我们华人用来吓唬自己人的 就算澳洲啊真的是要平躺 但是你看看既往的这些经历 我们也不会像美国那样不管不顾的去平躺 不是吗 而且现在不是还没有解封的吗 疫情的补助福利不是还继续发着呢吗 这个疫苗不是还免费打着呢吗 而且你看看所有的英文报道 从来就没有报道过这种不管不顾的要去解封 也都是要随着疫苗的注射率的上升 而逐步去放宽这个封城禁令啊 很多华人朋友啊 觉得中国现在疫情控制的很好 很安全 所以想回国 但是呢我请你仔细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所谓的控制很好 背后的代价 以及呢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然这里我不是在说政治啊 所以说你想喷的话呢 你去别地喷 我只是替很多澳洲华人乃至海外华人去着想 我并不否认啊 就是一党政府在面对这种突发大型事件上 这种掌控力啊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但是呢我也请你想一想 就是几个月闷在公寓里头啊 不能出门 就这种控制的方式 生活在澳洲的你和你的孩子 有没有经历过 现在呢摩尔本和悉尼封城 孩子呢只能就是在家上课 那么每天呢 其实对孩子来讲就跟遛狗一样 就渴望那段就是出去玩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关在公寓楼里啊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话 你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 你和你的孩子能不能受得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任何所谓的病毒清零啊 那都不是真正的消灭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 除了天花以外 人类没有消灭过任何病毒 最后的结果呢 都是和病毒共存了 冠状病毒呢更是如此 所以说呢 所谓的这个零病毒清零呢 那都是在严防厮守和绝对封锁下的一种产物 但问题是 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啊 就是说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国家 有哪些国家能够完全做到 一直关闭国门呢 那现在中国和澳洲呢 还都没有完全打开国门 所以说这个疫苗的效果呢 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检验 但是随着这个疫苗的注射率上升呢 然后随着疫情逐渐得以控制啊 这个国门早晚是会被打开的 那么之后呢 很可能呢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打开国门 发现这个疫苗的效果呢 并没有那么好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也没什么多说的 因为没有一个打开国门的国家 能够做到独善其身 那么随着疫情的局部地区的爆发呢 这个再次封城啊 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作为生活在澳洲的你 面对澳洲的封城和中国的封城 我不用说 你都知道你自己会去选择哪一个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疫苗能够控制住疫情 那么2022年呢 很有可能啊 是澳洲啊 历史上难得遇的黄金移民时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澳洲在疫情期间这些情况 和西方大部分移民大国相比呢 澳洲呢 其实算得上是控制疫情 控制非常不错的国家之一 因为从疫情一开始 澳洲呢 就非常努力的去控制 而不是啊 不管不顾的去平躺 而整个国民的配合度呢 相对来讲也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你不要拿中国的环境和西方国家环境对比啊 有点脑子人都不会这么做 就是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呢 其实澳洲做的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之所以说不错呢 不是关注在那些啊 就是脑残的 哎 就是违反禁令的游行示威者身上 而更多呢 是关注在普通人大多数人对这种脑残行为的反应 是默许呢 支持呢 还是强烈反对 反正我看到的大部分澳洲人呢 都是抱以强烈反对的态度 那么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你身边的澳洲的邻居邻里 以及很多社交媒体上就知道了 你再去想想啊 就是澳洲在封城期间发放的各种福利也好 补贴也好 虽然没法和那些西欧啊 北欧小国比 就能够让人们做到高枕无忧 但是确实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受疫情的人 让他们衣食无忧 在疫情初期呢 确实出现一些歧视的事件 但是呢 就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人 他不光歧视华人 他是人就卖 所以说你跟这种垃圾去计较 你觉得值得吗 但是你去问吧 绝大多数生活在澳洲的华人看到的 是不是真的像国内报道的那样呢 还是更多的是社区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 就是昨天我散步的时候呢 碰到就两个邻居隔着篱笔墙 喝茶聊天 就感觉特别好 然后我走过去呢 跟打招呼 相互呢 嘘寒问暖 然后讲俩笑话 差点没被他们俩乐的摔地上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疫情封城下的一个澳洲人啊 真实的生活状态 就是这世界上呢 任何地方 他都有好与坏 善与恶 就是再好的地方 他都有心存邪念的人 对吧 那再坏的地方 也都有一心向善的人 所以你如果一味的要追求那种百分之百好的那个一面的话呢 我跟你讲 在世界任何地方 你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这个幸福和开心的 因为这根本就不符合正常世界的底层逻辑啊 所以说又有多少华人去抱着这种不合逻辑的心态和想法呢 还有很多华人朋友呢 特别担心就疫情之后啊 又会有一种这种排华和反华的情绪 让他们觉得特别不安 有些朋友跟我讲 说你别看这些澳洲人表面上刻刻气气挺有礼貌 但骨子里呢 其实特别歧视华人 我并不完全反对这种观点 确实呢 有很多那些 心口不一两面派的澳洲人 但是啊 但是就是在我们说别人的时候 在指责他人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 先把自己放到镜子前去照一照呢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遇到事情呢 只想自己 不去想着奉献 只在想 怎么去赚钱 把赚钱呢 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为了赚钱 可以欺骗同胞 可以割同胞的韭菜 为了孩子在学校有一时的好成绩 可以让所有具有创造力的活动 为补课让步 自己呢 可以一天一天的看手机 刷剧 没有高质量的陪伴 却又嚷着让孩子去读书啊 学习 还用我继续说吗 我就问你啊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群的时候 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为什么澳洲人会对中国人有偏见 而不是对日本人有偏见 原因是我们的很多行为啊 真的是不符合澳洲的价值观 就是在澳洲价值观这事吧 它不是放在电视上说的 它真的是体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啊 有人会说 Danny 你算老几啊 你教育我们 你就符合澳洲价值观了吗 我明说啊 我也没有多高尚 我曾经呢 就是典型的上述这类人 把这个赚到多少钱 当成梦想 然后把这个培养孩子成为多优异啊 变成家庭目标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是做防展中介 而做的还不错 有些年呢 这个年纪甚至可以秒杀一些澳洲医生 而且我还经常逼着 就是我们家很小年龄的孩子 去学习 去认字 去背诗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发现 其实我那些啊 没有一刻有过那种真正的释怀和倾诉 而且我也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家小小年龄的孩子 看我时候那个眼神里 充满了畏惧和不安 但是后来这些年呢 随着在澳洲社会上 接触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呢 我自己确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呢 其实让自己的焦虑呢 越来越少 反而呢 家庭这种幸福感啊 是越来越多 其实疫情这两年吧 就和孩子相处呢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 就你不能完全说 我没有任何吵闹 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非常幸福开心的 你像最近 疫情又封城在家 就我们家哥哥呢 特别喜欢表演 所以说我们真的一起 录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视频 所以这里呢 我并不是在教育你 而只是告诉你我自己的转变 那么如果你当初移民啊 仅仅是因为自然环境 或者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那么现今呢 你的这种决定 是不是要回国呢 在我看来 其实与其说是种选择 不如更像是种逃避 对 如果今后呢 你也会产生和我一样的想法 甚至是转变的时候呢 你就会意识到 今天你是选择回国 还是留在澳洲 这种想法是多有意思 所有生物啊 这个文明的最高境界啊 永远是精神层面 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 你绝对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那如果理解不了呢 也实属正常 说多了 我们就回顾一下 这个澳洲呢 在西方移民大国中啊 这个疫情的表现 绝对算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这些啊 全世界就是有移民意向人群当中 因为大家眼都不瞎 对吧 所以说如果能够在2022年之前 控制住疫情 那么两年来呢 受到疫情影响 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澳洲呢 势必啊 会迎来一个移民潮 而澳洲每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呢 都离不开移民的增长 另外呢 据统计啊 去年澳洲疫情封城期间 因为无处消费 加上政府补贴不断 所以整个澳洲国民储蓄率啊 创了历史新高 超过2000亿澳元 那么再看看今年的悉尼 正在重复去年的墨尔本封城 而墨尔本今年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因为封城呢 今年光外出旅游这一项 澳洲人就节省了600多个亿啊 还记不记得就是今年墨尔本 刚刚解封时那种冲动消费 所以说呢 疫情如果能在2022年之前被控制住 就算不马上打开国门 也会出现一个澳洲内部的 大规模内需消费 这么长时间 您都忍过来了 这个时候却要走 除非你是在国内 有非常不错的收入 否则的话 别因为黎明前的这么一段黑暗 错过了2022年很有可能到来的好时机 视频看到这里呢 有些人就会说 Danny你是不是忽悠华人留在澳洲呢 绝对不是 我只是在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没有对和错 你觉得你认同 符合你的三观 那么作为参考就可以了 但是呢 回国呢 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里也不是在唱双簧 因为在我身边呢 有这么一群 有着一些特殊情怀的人 对他们而言呢 其实回国呢 才是更加的选择 所以你听听啊 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类人 首先呢 这里所说的情怀啊 和爱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真的特反感 那些没有脑细胞的 这种爱国流氓言论 那这里所说的情怀呢 其实就是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 因为那里呢 有你想去照顾的人 和有想照顾你的人 我表妹呢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啊 去加拿大留学 然后在美国读研 其实最后呢 不论是这个工作也好 还是组建家庭 他都能够在美国生活的特别棒 但最后呢 就是决定要回国 然后上次我回国呢 就跟他一起吃饭 就问他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原话呢 就跟我是这样说的 在美国呢 不论是拿了绿卡也好 还是说有了不错的工作也好 那这些年来呢 我心里啊 从来没有一种归属感 也可能和我这个中国未有关吧 然后去年呢 我妈去世 然后特想我爸 就是比起这种没有归属感的自由呢 我宁愿回到我爸身边 我知道国内的内卷特别厉害 我也知道呢 国内没有美国这样的言论自由 也不太可能天天都有这种新鲜的空气 但是对于我来讲呢 这些都不重要 就是当我坐在飞机啊 听到空姐 就是广播说出啊 我们还有30分钟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时候呢 就我那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 因为呢 我又回到了我父亲的身边 我又回到了就是从小长大的环境里 回到了呢 在国外时时刻刻都在想的家里 那一刻呢 我内心得到了 就是在国外从未有过的一种踏实的感觉 那最后我想说呢 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物质和利益 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 但是呢 如果你只把眼光放在物质和利益上 只把视野呢 放在眼前 不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不会得到这种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因为外界环境呢 只是一个辅助因素 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呢 是来自你的内心 OK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我是丹尼 别忘了关注上我的频道 下一期呢 会带给你更多更直接具体的帮助信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